12日赖亚妍身穿超气质礼服 以大使的身份出席茶品牌活动 日前才为大家开讲 佛系恋爱法则的她 这次要不要再为单身的大家指点一下呢 我想没有什么语录 那我觉得就符合今天的活动 如果你单身那就喝茶吧 符合爱喝茶条件的有直男 请赶快来找亚妍 不过日前才硬见动人的角色 比哭大家的她 随着戏份结束之后 也声音起来冲断了一段时间 让粉丝超期待下一部作品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 目前其实也还在 挑选剧本跟前期的作业 如果之后有确定有新作品的话 当然会立刻跟大家说 但是现在还在选择的阶段 所以还是请抱歉 请大家敬请期待 期待亚妍回归戏剧的大家 就再等等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